接下来我们的疫苗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空窗期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疫苗进口的进度 在7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采购了莫德纳3600万剂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货 那么8月12号的时候呢AZ52.4万剂是已经到货了 8月15号24.9万剂的莫德纳也已经到货了 不过呢AZ跟莫德纳其实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再来最新的进度就是8月16号也就是昨天 莫德纳疫苗的EUA没有通过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救火 那么只能等到9月的1500万剂BNT疫苗了 而且BNT是可以混打的所以让大家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再来看到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送我们的疫苗 不过现在到货的时间也都未知 而这代表什么呢也代表如果您是选择莫德纳非打不可的人 恐怕要施打疫苗的时间还要再等等了 因为我们就来看到总共是有30.95%的人 4026474人是选择自打莫德纳 那么只打莫德纳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在9月跟BNT一起混打 不过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 AZ跟莫德纳其实都已经快要用完了 所以代表如果你不选择AZ或者是其他选项的话呢 那么恐怕你施打疫苗的时间要再延后了 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现在接种的人次 接种AZ疫苗的人是已经来到了630万7074人 那么莫德纳是358万39人 预约打高端的人也已经破39万 而这也代表月底呢 我们很有可能接种人次就会破千万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所以稍等电话